可能下个星期呢 我可能这个节目呢 不会更新 我如果能够赶上这个速度的话 我就更新 把美国更新完 如果不行的话 下个星期我不会更新 因为下个星期我意识到 我要把一个东西做出来 这一期节目呢 我已经酝酿好久了 当这个epidemic从中国出去以后 变成pandemic的时候 就是全球爆发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来学习整个的 时尚历史 然后和当今的一个形式的 一个结合 会看到非常有意思 整个时尚工业 是如何支持这个人保护 用在抗议中的一个表现 整体呢 是它是跟各国的国际政策 产业的一个现状 再加上品牌行销 还有技术转化 这几个放在一起 我希望能做一期 如果一期就帮我做两期 那那个节目呢 就不会是我坐这儿 你看着我瞎聊 或者说你不看我瞎听了 会有很多的一些图片啊 其他的这些东西 放在里面来做一个比较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做这个editing it's time to do so 前面我有想做 一直没做的原因 就是我要等一等 因为我想把这个 收拳 然后再做 那现在呢 基本上各国呢 也都解封了 那么可能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都不是很确定 那你相信欧洲的这些 luxury品牌 他们要想直接过来 那他们是完全有能力的 因为首先他们有资金 第二他们有知识产权 那第三他们有这种经验 去应对大的危机 做一个行销 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的 这些品牌 还是没有转型 只是走在老路上 我所以走在老路上 不是说 那你看我们有数字营销 难道不是新的吗 不是 因为数字营销在我们就 本来就是已经比他们先进了 那么我们也一直在做了 但是你现在就因为 疫情逼得不得已 线下店不开货 线下没人 我们全都是线上直播吧 这不叫创新 也不叫应对 那个opportunity 就是那黄金时段 瞬间即逝的 你抓不住就没有了 觉得如果只要一解放的话 你不管疫情会不会怎么样 只要一解放的话 欧洲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那你中国你怎么应对 我觉得这个时期是很好玩 最好是分上下两期 我把那个做一下 两个月我们这个节目呢 搜索media这边 大概就是这样 教材呢 我现在一两个星期呢 我在做一个更新的情况下呢 所以我可能会 等我在教材那边弄好 继续把fashion time 和me的剩下的大概 现在时期之内 我把它做完 然后那个节目就close 再突出一个推广来推我的书 因为毕竟我也要有一个盈利 在后面的时间呢 我转回来就文字媒体稍微多一点 然后我们的课程和项目的推广会多一点 一量取胜不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们的概念就是要做这一件事 把这一件事做透 那包括如果再过一两个月 那么中国疫情全部都是稳定 那我们可能会 会更大幅的去跟企业合作 然后我们这次团队也更多的参与进来 所以今天就介绍一下 然后感谢大家 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些小伙伴是退了 然后一过一段时间一看 哎 你又更新了 然后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调过很多粉 大概调过了大概十几个粉 然后后来又有四五个又回来了 然后又有一些新的 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各个平台的推广 所以我想起来会 现在也推一下 主要的还是看老狠丝们 最近新衣可能内容不是很 跟大家有关系 所以点阅量没有那么高 几期我们知道就是很key的东西 我回去就看一下 点阅量居然还有增长 所以我也还蛮高兴的 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十万家的大号 我们的topic也不可能去那里 但是每一个人来看 我们都非常高兴 觉得哎 你看又有人进来了 在一个没有推广情况下 能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告诉我们我觉得够了 哪怕有十个人看 我觉得也够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是他真的要看 假如说我推过去 没人看 他也是告诉你 你这个topic不够 假如说说你一定要推过去 才能有好多人看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一定要推个人家 人家才看呢 其实他意愿不高 你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 哎 我刚出去了 哎 就有人自己来看一下 不一定是他看 全都看完了 但是他来看一下 你觉得就是这些人 我不知道是谁 因为微信后台数据 是告诉不了你 这么细节的东西的 但是你至少知道 哎 你看你一推出去 哎 至少马上就有几个人来react了 哎 那你觉得也不错啊 因为大V刚推出去 他也没有这个效果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那些自己愿意来看 他是最有效的 他不是一个粉丝说的 而且说我们的内容有人认可 然后我们的内容有人觉得 或许他们有帮助 都没有提供 然后我们的内容 然后我们的内容